酒店 购物 吃喝 玩乐 当你有假期又要照顾老小感受的时候 你会希望这些问题都能以一战事解决 问题的答案就是新加坡圣陶沙 名胜世界 作为专业的酒店控 这期我们先重点看看 这里面的酒店怎么选 不出错的全能选择 当属今年新推出的欧瑞酒店 它家客房风格非常年轻化 床头一整幅的壁画 将来自热带的度假感尽情渲染 房内陈设简洁 但从未浴五金件 洗浴备品 丰富的全面的minibar 都可以看出来它更在乎你的使用体验 而且这家酒店的套房是可以设置成连通房的 就非常方便家庭度假了 多出来一个客厅面积的同时 住起来也更有家的感觉了 即使你想办公或者你的娃需要写暑假作业 酒店也标配了适配人体工学的多功能桌 依旧是不耽误 如果你想体验一把海底套房 一号海底套房就非常合适了 它家套房分为上下两层 卧室在一层 一整面窗都是海洋世界 二层是起居空间 踩自然光入内 可以让你安放儿女的同时 不耽误成人的情长 如果你想追求个性 那么知名音乐主题酒店品牌 硬食不会让你失望 酒店的大堂就像是一首动人歌曲的前奏 你还可以在每层楼的橱窗里 欣赏到多名传奇歌手的演出礼服 或者是筷智人口的歌曲和歌词 感觉住在这里 走路都可以动词打词 房间风格也很有意思 床边居然围起了一圈护垫 各种音乐元素被巧妙地植入到房间功能体现 和美学装饰中 还有一家很特别的设计师酒店 居然也藏身于此 名为迈克尔酒店 客房颜色组合和材料运用都很有意思 尤其是马赛克墙面的桶状领域间 属于业界少有的特别心思 这家酒店理论上更适合情侣 或者设计爱好者考虑 以上四家酒店 彼此通过名品免税店 和各种精巧的连廊衔接 除了客房 还有体验丰富的户外泳池 外街水上探险乐园 环球影城 SEA海洋馆等丰富的玩乐配套 还等什么 暑假将至 出发不远